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攝就是幕後花絮影片的 幕後花絮影片的幕後花絮 那今天我們要拍攝有點像是訪談節目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雙擊拍攝一個比較特寫 一個比較廣角 那我們的背景就在這裡 那我想要呈現一個比較乾淨的背景 所以我要用背景布 然後把這後面整個封起來 因為我們待會還有一個廣角的鏡頭 所以要把拍攝範圍布置要布置大一些 然後我又伸出一塊超高超大的板子 這應該有兩公尺高的超高木板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塞到我們的背景畫面當中 反正我們就來試試看了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牆壁整個用白布把它封起來 這邊差不多是兩公尺 然後乘以三公尺的寬度吧 Yep 然後這個木板就放在那裡 我也不知道到底拍出來會長怎樣 反正我們先暫定放那裡 那我們待會進位喬好之後 我們再研究到底怎麼樣調整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用燈光的部分 那今天打燈呢我想要做一點實驗 就是我們先有一個打燈的構想 但是實際去執行的話 可能就是玩玩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的概念 那這一個300滴在等天立地價上面 我們就把它移來我們的前方 當一個主燈直接打到我的人上面 然後我們把前面的蜂巢把它拔下來就只剩柔光的柔光木在前面 那另外一盞300滴呢 我們就會用我們的Fernel加上我們的燈角 然後用Boom桿直接Boom到我們頭頂上 但不是燈到頭頂上 燈在就是後面當配重 然後前面是我要掛一片CROS的反光板 就是想辦法看我們要當主光呢 就是讓主光 因為剛剛是柔光的主光嘛 看你要增強我們的硬光呢 還是我們在旁邊補一個柔光 就待會再看看 那今天還要再玩一個我們的新燈 這是我們的PILOT CINE ADAMQ RX-7 這是迷你的口袋RGB燈 它的RGB燈珠真的是爆炸亮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把它丟到我們的 待會的背景當中 就是看我們要放在地上 然後照 往上照 然後看要挑什麼顏色 我們再慢慢研究 那如果待會呢 我們用RX-7放在地上 然後往上照 那我想說我們可以順便拿那個RX-7A 某一點光線來反射我們後面 來勾一點頭髮的部分 所以我那邊又會再多加一支燈架在上面 然後放一片鏡子在上面 反射到我的頭髮上 就是一盞燈當兩盞燈用 那打燈的想法差不多就這樣 那我們待會實際做一做 看看還有沒有需要在那個卡德里尼 在那個櫃子旁邊的卡德里尼 加上另外一盞燈 就是打我們臉右側 攝影機左側的部分 就這邊看有沒有需要再讓 臉啊稍微提亮一點 或者是怎麼樣 OK完成 那我們燈光差不多就長這樣子 那我們打燈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其實很簡單 那像攝影機這樣子照過來 然後如果待會人就會坐在這邊 那我們後面那個RX-7 我把色溫調到2500很黃的色溫 就是勾人的後方 所以後面有一個勾勒線條 那那裡有一個300D飛過來 照到我們CRLS2號的板子 那我直接用一根BOOM桿同時裝反光板 跟我們的300D 這樣飛過來我們就一支燈架就搞定 後面這一根頂天立地加上面300D 加上柔光罩就是打整體的亮度 這個柔光罩前面再加一片CRLS2號 就是有點偏硬的反光板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做出有點柔和 又有點硬的效果 效果就還蠻特別 才會有這種神奇的影子出現 如果你用一個柔光罩直接打過來 肯定這個就不會有這麼明顯的影子 輪廓 那還有像是這個RX7 它的照射角度幾乎是180度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去把它偏掉 然後避免照到後面背景 就還蠻容易去控制光線照射的方向的 那這一支長長的BOOM桿上面的300D 我原本是想說用C夾 然後夾上去 然後再加一個弓頭 我們就可以把300D夾上去 但是它其實300D加上2X4N 它是有一點重量的 所以你夾上用C夾 直接夾到頂天立地下上面 它是這樣子會滑掉 所以它就是 一直摔倒的概念 那我現在用這個Cardellini 它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它還是一樣會滑掉 但它就是變成你到了一個角度 讓它平衡在上面 在室內這樣使用是 還OK的 但是在室外這樣就是稍微有一點危險 有風啊或者是怎麼樣 狀況會比較多 所以我還在想辦法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推薦我什麼東西 可以來夾這種管狀的東西 而不會讓東西這樣子來就是轉動啊 就是上面如果東西很重的話 會這樣子滑動轉動的工具 OK 那我們的攝影機跟麥克風都架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把我們手中這台相機架好 架到我們這裡有一個C夾 夾到我的櫃子上面 然後上面放一個球線跟一台 我們就把它放到這裡 用一個廣角 好像把所有東西都拍進去的感覺 反正有點像是幕後花絮 反正我們就是拍幕後花絮的幕後花絮的幕後花絮 好 管它的 我把相機架上去再說 OK 那我們攝影機就這樣架好了 那這一台攝影機是24的焦段 比較廣的視角 那這一台攝影機呢 在35是稍微特寫一點 也沒有到特寫 就是腰上半身的視角 就兩台攝影機沒有差別太大 它的焦段就差一點點而已 那如果你把這兩台攝影機放得太靠近的話 你剪輯的時候就會變得有點不自然 好像在 就跟一台攝影機 直接剪剪剪的感覺是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要嘛就把它分開 要嘛就用同一台攝影機來拍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就是 讓兩台距離稍微分開一點點 然後視角稍微變一點 這樣剪輯會看起來更自然 然後也會更加豐富 那我們今天麥克風就直接下手 因為我們要避免那一台攝影機拍過來 比較廣角視角會穿幫的問題 所以就下手 反正收起來也都差不多 好啦 那我們就可以來開始拍片囉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這樣拍完了 那我們最終影片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 日常分享影片 大家喜歡這邊還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